年有過年 共慶歡樂綿綿 齊何各位共上山 已紛紛發展 哇 終於來到農曆新年了 雖然我上載這段影片應該是年二十七我八我 九我三十 但跟各位上升或是太陽金牛座的朋友說定聲 新春進步如意吉祥身體健康 好 未來增月你們的自身運勢會怎樣呢 其實是一個比較心理的問題 因為說真的上天也會給你一個大禮 但是收到這份禮之後你會有一點點頭痕 你不要覺得我中了合彩 錢多到不知道怎麼用 不是 你不要上闖你的心 但是純粹在這個世界上有時有些人給你一些機會 給你一些選擇 給你一些可能 或者老闆加你薪金 或者別人送禮給你 給你一些幫忙 但是其實最煩的就是你們自己不滿足 所以你說是不是自己找個桶來去刮呢 因為其實有時這個世界上沒有說別人欠了你 就算老闆加薪金 就算加得不夠 但是想想現在這個時勢 OK 那友德佳已經很好 因為說真的最近有很多陶落客跟我說 其實是真的被人抄襲的 最近很多很多工作的問題 那也都符合了我之前冬至的那個預測 我都已經提過大家的了 那所以 是的 或者有時收到一些恩惠 但是你們就會覺得是小恩小惠 但是我覺得做人有時不要說真的太過太過那麽厭 是的 因為例如我自己我是聽過一些案件 是的 我知道的 就是阿成哥 是的 我想其實成哥這個名字 大家以前是一向都是很反對他 但是自從社會運動之後 大家才看到原來他真的很做得東西 很為香港 很愛香港 是的 我覺得大家那個民意的逆轉 都真的 我們大家很欣賞成哥做的事情 是不是 但是我知道真的有些藍絲 是不欣賞成哥做的事情 還會說 因為其實他那裏都有quotor的 自己 就是自己遲的時候之後還怨成哥 就說 給得那麽少又不給多些 就是我覺得這些人 真的要天打雷劈的 喂 人家幫你你當奉子的 人家走出來做慈善捐獻 是不是 OK 所以我麻煩大家去學會 OK 我不是就大家天打雷劈 但是真的不要有這樣的心 因為要常全感恩之心 真的 知足常樂 知足的人才會快樂 是的 真的沒有人欠了你 沒有人一定說要給你一些東西 OK 是的 另一方面 或者如果不是別人給你的方便 還有 不單止說自己不滿足 也都是有時候別人給你一個機會 你有時候都不知道怎樣選擇去好 好像去吃自助餐 是的 OK 又或者我們可以去說 當你去幫人的時候 但是你得不到讚賞 得不到掌聲 但是提醒大家 私恩望望報 OK 是的 我們看看星象發生什麼事 還有我等一下 我要在這裏提一提自己 我等一下要再講那個子助餐的比喻 好了 但是現在看看星象 其實主要 你們的守護星 金星在雙魚 是非常英俊的位置 在13度 但是可惜 它就比火星 是四分緊的 OK 就在火星14度 OK 是的 但是 一開始這個幸運是怎麼來的呢 其實本身就是火星 火星 因為火星在你們的白宮 所以它本身是給個幸運 而且你們本身的能量也是漂亮的 OK 再說一次 金星在雙魚 是不是應該讀弱星 Exalted 但是就是這麼巧 咦 這樣都可以成為四分 真的這麼巧 十三十四度 所以會是 吉中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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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不用這麼擔心 因為始終這是一個幸運 要多得 木星 在同樣是土圓數的十二度 大家可以看看 十二十三十四度 是不是很混合 這些位置 所以其實 是給你一份禮物 講多次 尤其是木星在十二度 還有火星在你們的白宮 但是 你們會有時 有些自尋煩惱 還有現在講多一次 自助餐的比喻 有時 給你很多提供 其實應該是高興的 好像去吃自助餐 但是 你們這一期 這個精月 就會不斷推動自己 去鞭策自己 快點去做決動 快點點點點 其實不需要快 不需要急 為什麼要這麼快 要這麼急 所以 金牛座 要注意 不要太過推動自己 是的 是的 基本上就是這樣 接下來 麻煩你留意我 那個 2020開運秘級的Live 會去講多些 香港的運勢 以及每一個星座 做些什麼 一些 新年的移技 可以趁及鼻孔 最後再講多次 新春進步 如醫吉祥身體健康